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大陆新闻 中共党魁现身天津义文革吃包子,引批评 中共党魁习近平2月1日现身天津 期间他特意提到在文革串联时吃过天津包子 习辞举引发热议,有网民批评习是在怀念文革 2月1日下午,习近平曾到天津古文化街考察 但在中共央视和新华社的新闻报道中 习在天津古文化街的一些敏感讲话被全部删除 从社交媒体传出的视频画面中,习在古文化街特意谈到 习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串联时,在天津车站吃包子的情况 视频画面显示,习背对着一家驴打滚食品店 面向周围的群众回忆起文革期间的一次经历 他说,1966年,我出去串联经过天津站 站台上有卖天津包子一小盒六个 我就买了一盒,哎哟,我说,怎么这么好吃 习所说的1966年串联,正是时任中共党魁毛泽东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面对全国发动的大串联 组织全国民众透过互相串联来宣传造反游礼 从中共高层到基层民众,掀起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全国性内斗 中国和海外的网民爱给习近平起绰号 如包子小熊维尼200斤,庆丰地 根据之前一个墙内网站泄露的数据库 和习近平本人直接相关的敏感词,起码有2000个 习此番在天津大谈包子 又回忆文革串联的视频流出后 在海外中文社交平台X上引发热议 皮皮鲁在美国,天津狗不理,梁家和猪不肯 包子界知名品牌 Bright Star,请问习近平自己知道自己的外号叫习包子吗? 有网友批评习回味文革 Math Gostich,还在回忆串联呢 他不回到文革是不会罢休的 Sequence O,串联的恶迹也自豪地拿出来炫耀,恬不知耻 LV,讲话视频可见,他对文革时期生活的种种怀念 对过去这种遭遇,毫无反思,批评 胡怒怒,1966年参加串联 他当时不是父亲被打倒了吗? 公开资料显示,习近平之父习仲勋1962年起受到毛泽东迫害 1966年正被下放洛阳一家工厂 还有网友观察习的身形和衣着 凯兰倒计,注意看 视频中领袖周围围着的几乎全是保镖 包括戴口罩者,右后侧几人东张西望 正在361度扫描发掘看有没有异常情况 这样风声鹤唳的情况,不用想 所谓的观众,人民,全是演员 Logos,穿了多少层防弹衣 法正楼,就他一个人穿后大衣 看来身体真的不行了 Forn Lake,这是习近平急于想证明我没的一线癌 海外社交平台近日盛传习近平被查出身患一线癌 并配发了其身形销售的照片作为佐证 不过也有说法认为不排除其身体患有其他疾病 或者是党内政敌故意放风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下次再见